內容聊四季 天眼中心 大家好 我是內容 今天來看CC野人對上哥德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RPD2 先來看一下藍方是選擇了CC野人 CC野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這個一開始開局就鬆100石頭 而且他的城堡跟城鎮中心的建造速度都特別快速 城堡是50% 城鎮中心是100%的速度 都是建造非常快速的 那CC野人的後期打法是偏向於步兵跟騎兵路線 他的騎兵路線是他的鎖子甲騎士 金罐的部分 可以讓他用高遠方的騎兵單位 而且他的騎兵應該算是陸地單位 都有這個額外增上減免效果 所以讓他在後期 騎兵遇到騎兵都會有這個 被打的有點癢的這種感覺 本來騎兵是打32D 然後減掉33%的傷害效果之後 其實打下來大概只會撿個20幾滴而已 其實兵的到非常痛 所以CC野人後期主要還是打一個步兵 配上騎兵為主 當然CC野人也有這個強弩可以使用 但是他的強弩沒有母子環 如果使用上也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Z40 Z40這邊拉拉E存不到在幹嘛 那Z40選了哥德仁 哥德仁現在有吃豬的關係 這個蛙爪蛙野豬 那現在吃這個野豬跟鹿 都可以吃了比較久的關係 所以讓哥德仁一開始 可以獲得更多的肉量 讓他前期補到一些經濟 才不會很容易在前期被打趴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互打 是不是要換掉了嗎 沒有繼續打 那Z40直接開湊 射了一堆鹿 把他三隻鹿給射死 然後這邊要來圍鍋子 哇這個是開局拿一村就來圍 那我們來看一下右下角這個工作效率 你看 拉了一村站在走來走去 這個經濟差距就會越發越大 所以為什麼黑暗時代損失一村 是非常傷經濟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這樣子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 繼續圍 想要把鍋子圍起來 對手補了一個織布 那由於哥德爾本來就是有這個織布 迅速研發好的效果 但是也是需要花黃金 所以他不需要花這個織布的研發時間 所以哥德爾如果逼對方點織布的話 這個時間點點織布 就可以拖到一村 的這個 經濟產值的時間 所以Z40的目的有點算是到達了 那以上呢 這些話都是雲大講的 哈哈哈哈 這個昨天呢我有跟雲大去拍這部影片 那我們拍完才發現 雲大的聲音都沒有被我Discord的聲音給錄進去 所以我現在還在找尋辦法 到底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我們是錄影片的時候 不管是阿神啊或者是 天空熊啊或者是雲大 或者上次台日交流 台日交流這個世紀帝國比賽的時候 天梯比賽的時候也是沒有聲音 就覺得很奇怪 那這次這個比賽呢 也是重入第二次喔 那這個前起這個圍喔 讓他這樣子一來一往 雖然看起來Z40有點小顆喔 但我覺得能讓對方三條路喔 都直接浪費掉 也算是蠻賺的 而且這裡有稍微圍下骨子的關係 所以他待會喔 這邊要圍架的話 可能還要再慢慢圍出來 那這個木牆會有點擋 有點擋 好 我們目前看起來 西西里人這邊還是經濟領先的 還是點下了封建時代 Z40這邊其實也可以早就點下封建時代了 但是這邊多補了一村 好 再收一下肉 這邊想要趕路 但是對手也在變盧曉 差一點就把這個 齒歐給擊殺掉 但現在對手是落後的 6滴對9滴 好 這邊再繼續吃路 那哥的人吃路喔 真的是很賺喔 我覺得這三條路 有機會的話 還是可以全吃一下 經濟補下會蠻好的 好 那Z40這邊的經濟配置 是直接配了9木 OK 9木看 那我個人也是比較喜歡這個經濟配置的 那8木真的是玩起來很極限 我看 這個對手 補下了11木 那根據昨天雲大的說法 在這場比賽裡喔 這兩位玩家的性質 其實很像 都很像是BIPER那種 防守反擊類型的玩家 這邊想要 推路 讓他推路失敗 Z40表示 哇 這個有搞到喔 這個路 這個我偷打 回頭打一下 Z40表示 再搞啊 笑死 直接一刀砍死對方 好 看到Z40 要補一下 軍語 可能是要打棒棒嗎 這邊打棒棒好像有點慢喔 他補射箭場比較正常 欸 補馬就 唉唷 怎麼 明明昨天有看過 怎麼 哇像現在失誌了 都忘記 都忘記在幹嘛了 我覺得這是我的優點喔 這樣看比賽 都每次看都是全新的一場 很有新鮮感 好 那這次我這邊稍微微一下 啊忘記講地圖的部分 那地圖的部分 是CC黃金左邊 滾在這裡 這裡前期會比較難受一點 如果Z40這邊封建打很兇的話 會被控過 那他這裡只有兩片木區喔 這要特別注意喔 如果被插箭塔會很難受 那右邊呢 石頭在上方 這高地處 其實不是重點喔 因為 在封建石打你要先活下來 通常你封建活下來 城堡石打應該也能出去挖石頭 所以問題應該不大 看這邊在打木牆 太卡了 打那個木牆就浪費時間了 好 那Z40這個文明呢 我們先講文明好了 剛剛文明講到一半 這個文明呢 後期主要還是打步兵喔 因為步兵的折扣減免 還是減免非常多 65折的步兵價格 所以後期打大量步兵 對他來說是有一定優勢的 那如果步兵互尻情況下 如果打不贏的話 就要轉這個火槍 哥德也是有火槍火炮可以使用 所以也沒有必要 一定要出這個哥德衛隊喔 適時的轉出火槍 還有自己的火炮火系單位 去做反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哥德人後期也有這個大洛瑪可以使用 所以可以考慮轉一些騎兵啊 反正有這個二級馬凱嘛 還有這個品種 所以後期也是蠻好用的 好 那來看到這邊 Z40是打赤頭開局 四隻赤頭出去 先來靠下木槍 好 稍微看一下Z40這邊 這邊黃金在前面就很麻煩 看這邊要圍就要圍比較大一點 那這邊建築時間喔 就會拖到Z40經濟了 所以開局的這個地圖 其實蠻重要的 你要這種評斷地圖好示範 其實我們開局都會去評分喔 那你看久了 就會知道這個地圖要怎麼打 或者是防守的時候呢 要怎麼圍會更好一點 那如果你可以用更少資源 去圍好家裡的話 就意味著喔 你在這局的遊戲上 獲得開局的優勢就越大 這個是細節累積的遊戲 好 Z40看到對方的地圖 只有兩篇牧區準備要來開湊 OK 那我覺得台灣隊喔 現在TAG團隊喔 真的是實力越來越強 都已經遇到龍老師了 還有這個遇到Yo了 這個我們台灣真的感覺 明年喔 今年可能還有點極限喔 明年的沙漠之王 就有可能看到什麼 天空熊對Viper 或是對Hera之類的 或是對Yo 台灣隊感覺非常的希望 然後我最近回去打天梯喔 我有發現喔 台灣的天梯實力也是變得很強大 以前的1000分喔 真的是 像是現在的800分一樣 那現在的1000分喔 就像以前的1300、1400一樣左右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的實力分數 大概是落在1500、1600而已 本來我覺得我可能有個1800或2000分 但我沒有實際去爬 但我可能覺得我只有1800 可能就是極限的 真的覺得這個天梯分數難度也變高 尤其是台灣區的喔 台灣人的實力更強大 我就覺得這個 台灣人玩遊戲好像有點厲害 不管是玩世紀帝國 或是玩這個聯盟戰棋 台灣人的水準喔 都是特別強大的 這是遊戲實力喔 所以 我們台灣可能也有很多這種資源可以去學習 像是看我的影片 或是看一些網路上其他的世紀帝國影片 大家學習速度都是蠻快速的 好 這邊直接開稿 插爆這個木區 那 西西這邊的地圖分數喔 我只能打個二三十分喔 因為他的金礦在後面算是不錯 但果實在前面很難受 但是只有兩片木區喔 雖然小微來說沒問題 但是要圍的地方還是有點太多了 所以傳數其實會被平的很低 好 那來看到對方插一個城樓 為什麼這邊一定要投資一個城樓的原因喔 是因為 如果他不插城樓的話 他木頭會被控住喔 會很難受喔 因為他這邊已經被插了一根箭塔 如果這邊這樣不插的話 沒有反擊回去 會直接爆炸 好這邊直接要來圍嗎 哇 西西林這邊低了一個木槍 拉了一村過去 蓋了一個房子 想要阻止 Z40逃走 Z40直接被射死 哇靠 好慘啊 Z40 呵呵 村民直接損失兩隻 哇 西西林這邊開湊失敗 西西林已經頂到了城堡時代了 好 那對手這邊反制其實打得很漂亮喔 然後這邊還拉了一村 去用拳套就去扁 好 西西林這邊稍微圍一下 挖挖石頭 好 黃金在下方 果子 果子已經吃完了 好在這邊 然後這邊 果子在後面就還不錯 然後他有三片墨雪喔 Z40這邊的圖喔 只有這個金的位置不太好以外 其他來說 他的地方都算好耶 那 他的分數至少有這個60分合格 合格 原因是因為果子在後面 金礦的話也沒有離得太誇張 算在正面 就算這邊不能挖 也可以挖側面這邊 雖然側面也不太好挖就是了 好 那60分合格 還有原因是因為三片墨雪喔 三片墨雪的話 讓他有這個足夠的 這個 犯錯空間 可以去挖其他的墨雪 好 那來看一下西西里這邊 是決定要來打裝甲步兵 那還點下一級絕金 這個一級絕金呢 也是要 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馬上要補東西喔 避免忘記喔 讓你城堡太缺金喔 沒辦法打出什麼 生頭戰術啊 或是爆兵喔 爆騎士啊 裝甲步兵小弓喔 都會有問題喔 所以點這個一級挖金喔 是一定要記得的事情 城堡時代點下去之後 馬上就補下了 好 那一級農也是喔 如果你一級農忘記補的話 也可以在這個時候補 那二級農的部分呢 就其實有點看個人 其實可補可不補 我個人是會補 那二級伐木的話 是城堡時代一升好 就要馬上去補下的 有沒有 這裡也是馬上補 頂尖高聳的流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欸但是這邊西西里補這個二級農喔 那最主要是因為西西里的二級農 可以他每點一個農田科技喔 肉量都會提升100% 甚至更多一點 所以他的肉量喔 其實可以吃得更久 如果在這個經濟打越久的話 Z西里經濟可能會比較差一點喔 反正是 西西里這邊經濟會更好 因為他的撒農田吃出變少了 就代表著 他這個木頭的 省下來的數量會更多喔 那省下來的木頭量 就可以多去挖黃金啊 或是多做一點農田喔 所以 Z西里到後期 經濟來說是會比較差一些的喔 好 這邊看一下騎士護打 但是這邊常見兵還沒升級好 好 終於升級好之後 但只剩下三隻常見兵 但也來不及扛住 哇這邊 戳戳直接戳弱馬一堆血樣 這隻戳明有可能被砍死 完蛋 這一波Z40有點在下水餃 這邊轉出的長槍兵可能也來不及 這邊常見兵 前壓好像宣告失敗了 哇 西西這邊騎士暴打得非常漂亮喔 裡面是雙馬就有帶出馬 好 直接殺出叢尾 但這邊比較值得能注意的一件事情 是他這邊還點下了二級農田喔 如果他補 如果沒有補這個二級農的話 他騎士可以噴得再更多一些的 好 這邊其實他現在有騎士上的優勢 但他決定是要把這個軍給拆掉 還有這根劍塔 所以沒有第一時間把騎士拍到Z40家裡 但是Z40家裡其實有所防備了 已經有一些槍兵跟一隻僧侶也在按了 所以如果數量不是太多的話 Z40可以還是用少量的兵種 去擋下他的騎士騷擾的 好 這邊長槍兵繼續射擊 好 這是長槍兵 好 這個劍塔 長槍兵產了三隻 中槍長槍兵升級好 想要先戳殘血了 但是回頭一戳還是戳掉了一隻 還能接受 好 那對手也是把殘血拉走 好 那對手的騎士數量越越多 但目前已經轉出 中槍長槍兵升級的Z40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 這裡補下更多的中槍長槍兵 這隻村民在裡面不敢出來 好 繼續錯 把這個殘血去追擊 他其實有在空的喔 自己看Z40這邊 一直有把這個 長槍兵去打殘血的 好 這邊稍微圍一下 哇 直接被打破 對方反應速度非常快 直接打破木牆 好 村民再繼續收進去 好 這邊其實長槍兵拖了蠻多的時間喔 好 再戳掉一隻騎士 好 對方 騎士只剩下九隻 反而十幾隻的騎士喔 變成九隻其實還不錯了 好 那後方可能要再補個軍營喔 因為現在軍營只有這個 可能他再補一個 補到三個會比較安全 因為對方 現在是打一個雙馬 就喔 在爆馬 那如果他一直持續爆下去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爆到生活無法治理喔 有可能要趕快要繼續挖石頭 蓋城堡 然後把這個城堡插在中間的位置喔 大概這個位置 可以守石頭啊 跟黃金喔 還有一個城市中心 那左邊這個城堡中心可能就會有點危險 好 那待會Z4頂喔 也可以考慮在這邊拆一個城堡中心 好 做防守 那也可以讓這個金礦挖著比較安全一點 好 來看一下 這邊第一時間西西裡並沒有出門喔 拆完了劍塔之後 哇 這個滿屁都是屍體了 沒想到城堡時代就打得這麼精彩 好 這裡布下更多的房子 這裡生魚三隻繼續出 好 後方 3TC開農 打一個很正常的路線 那西西裡人呢 他的 中期喔 這段時間其實有個特殊打法 就是直接5TC開農 然後蓋一下城堡之後 然後馬上補下十字印中針 然後去補正自己的兵力不足問題 這個打法是非常強大的 好 這邊找到一隻騎士還不錯 那十字印中針呢 研發完之後呢 也可以讓西西裡有獲得這個抗招牆能力 其實是蠻強大的 所以就要看一下西西裡 要不要來做這個打法 這個打法我是蠻堅有 所有的西西裡玩家 可以去練一下這個招式喔 那你平常爆馬的時候爆到一半 突然發現對方勝利太多 打不太進去 就沒有不要硬打了 你就可以趕快轉出5個城堡中心 然後下來動城堡 然後趕快按出第一次十一印中針 然後再去升一下布兵鎧甲 打這個薩金特衛兵 非常好用 來看一下 這個城堡中心蓋的有點遠 但沒有關係 這邊經濟來說還是不錯的 哥德爾的玩法還是比較像是 像Mipe那種 就是防守反擊的類型文明 因為他在前期打強軍士並不是很強 他這個減免的費用還是要一定的農田量 這個經濟量去維持 才有可能爆出這麼大量的布兵單位 那Z70這邊打的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 這個四城中心 直接開農 而且這時候還補下了輪軸技術 那昨天我有跟雲大討論 這個輪軸技術跟手推抽 大概在哪時候補下 以前的META是30P 但現在的META好像是40人口的樣子 40人口補下 然後之後這個手推抽 看情況去點 就是至少大概可能八九十存之類的 再去點就可以了 就是以前的META是30 現在變成40、80、90 大概這樣去記手推車就可以了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手推車 不是手推車 騎士 數量沒有再繼續出囉 只有八隻而已 這時候就是Z40在獲取資訊的地方 他看到這裡騎士數量沒有繼續增多 應該也是有猜想到 對方應該是打一個開農路線了 好 不知道Z40要怎麼去打開農路線的CC人呢 這個就有點 去需要思考了 那這邊拿到三個生物還不錯 黃金蟬量一直在跳 這裡有可能要前壓蓋寶 好 補下手推車 Z40這邊87吋的時候補下手推車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跟大家講的 非常關鍵的一個能力 那手推車補完之後呢 村民的運載量就會大幅提升 經濟就會上升一個打次 很多玩家可能覺得玩到後期 自己沒什麼資源可以出並 我覺得最主要原因可能就是這個 輪走跟手推車沒有補的原因 因為最近我觀眾跟我反應 他怎麼出 這個村民 產的資源就是很少 那我就說應該就是輪走跟手推車忘記補了 這兩個最是常常忘記的一個科技 尤其是手推車 連這個職業選手 打到後面都有可能會忘記補 好 那Z40這裡補下移動城堡在前線 並沒有前壓 稍微加速一下下 那右邊CC只是把家裡給圍好了 好 那這邊沒有打 欸這邊是打5TC嗎 4TC 好 4TC 這邊再補一棟城堡喔 好 這邊稍微巡弱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Z40偷蓋居營的情況 好 看起來是沒有 兩邊打一個偏濃的一個路線 好 這裡補下第五個城堡中心 看起來CC人想要打這個戰術嗎 那這個第一次十字運動陣喔 通常都是點下地龍時代的時候 有城堡後 馬上補下 這個第一次十字運動陣喔 馬上補齊這個戰力的空窗期 是非常適合的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加速 好這邊槍兵 前衝 想要前線蓋寶 但是這邊村民躲出來 看到一堆森女 還有常見兵 村民要不要往後拉 往後拉 取消城堡 好 這邊先拉兩隻石頭過來砍 兩刀砍死一隻 喔 不是兩刀 四刀 哇 這個清晰兵沒有升級 需要四刀 但是砍掉兩隻森女還不錯 好 後方的森女繼續招翔 第七零這邊升到地龍時代 好 繼續招 好 但是沒有招到招救 已經死掉了 好 那西西人這邊 上到地龍時代之前 補下了一個手推車 這個蠻關鍵的喔 這個油補手推車 待會可能會變成 步兵大戰 好 薩基特衛兵繼續出 這裡沒有打算要打騎士喔 那 有些人會想說 啊 西西不就繼續打 這個鎖之甲騎士就好了嗎 鎖之甲騎士這邊也可以打 但是這邊打的話會有問題喔 這個黃金量可能會跟不太上 對方步兵數量 對方可能出一堆長劍兵 加上這個雙手劍兵 或者是加一些這個槍兵喔 你的騎士還是很容易扛不住的 尤其對方都是哥德 這個步兵消耗 非常多的情況下 他地龍時代還有多你死人口的一個能力喔 他人口可以上限多死人口 兩百死人口 這就造作了你的騎士喔 雖然體質很好 但是很容易被對方 有人牌戰術給淹過去喔 因爲西西這邊可以打強弩 或者是打薩基特衛兵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爲薩基特衛兵 本身體質就很好 而且一開始喔 雙防就有3喔 變精銳變4喔 點完了三級板甲之後 近防7 遠防8 非常坦的一個數值 跟這個哥德的雙手劍兵比喔 或者是劍兵勇士比喔 這個防禦力完全比不上 你看這個劍兵勇士 攻擊力13加4喔 17攻 然後攻擊力 這個防禦力遠防 近防都是3 所以打起來喔 就跟西西里的防禦力 是差了快一倍喔 防禦力快差了三倍 遠防就差了快三倍了 所以這個哥德人喔 只能用這個人海戰術 打贏對方西西里的這個優質兵種 但是這邊有一點高地 所以高打低 傷害不錯 好 劍兵勇士稍微回拉一下 後面有非常多薩金特衛兵 好 這裡不像化學 哥德這邊也可以考慮出火槍 但這裡馬上要出 可能是要轉火炮之類的 我覺得後面轉點火槍也不錯 但這邊繼續噴劍兵勇士也可以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待會再點下幾噴喔 這個會更好一些 好 騎士這邊騷擾到 麗士林這邊反應很快 直接把吉林眼射為家裡 好 開始在防守 好 這邊直接上前硬尻尻 要先打巨型頭司機嗎 先砍個一刀 收掉一台 後方巨型頭司機繼續被輸出 薩金特衛兵對方沒有控的很好 後面在那邊抖動一下 好 抖動完之後 直接舉起盾 開始反擊了回去 劍兵勇士被城堡射得很痛 對方還有一根城樓在那邊輸出 但是目前DC這邊是 四巨頭開始爆砍 目前對方希西里也是努力 使用薩金特衛兵反擊了巨頭 但巨頭可能只能拆掉兩台 應該是極限 第三台有點沒辦法 但是好消息是 哥德倫這邊拆掉了對方城堡 正面戰場 第四領的劍兵勇士 遠遠不絕的持續趕過來 補齊了正面的戰場 好 希西里這邊發現自己的兵量補得太慢了 趕快補下第四十雲中針 來補齊一下自己的戰力 但如果他要去出薩金特衛兵的話 需要蓋更多的承羅 這個承羅是可以產出這個薩金特衛兵的 所以他這邊是需要大量石頭 去瘋狂產兵才可以 有點像是希西里的軍營的概念 那他也可以取代軍營 變成前置建築物 可以讓下馬舅啊射箭場 所以在雲大的教學裡面 這個先下城樓再下馬舅的打法 是一個很好用的一個選擇 但是缺點就是沒辦法第一時間下馬舅 會變成你出馬時間會變慢了一點 如果手速不夠快的話就是不出馬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那就來看一下這邊的城堡 應該是沒有辦法守住 選擇氣手 但是第一次石雲中針 研發完之後 直接又補齊了36隻 薩金特衛兵 這邊步兵大戰就去開打 好 這邊稍微還一下 那目前GC的這邊黃金銷量是非常少的 因為他沒有花太多黃金喔 跟對方打 畢竟哥德仁的劍兵我士喔 很便宜喔 我記得只要十幾塊錢吧 就可以出一隻了 六五折的價格喔 不是騙人的 是真的省 好 十五塊左右吧 印象中 好 那來看一下 正面對方有點小小的高地 但這個高地並沒有非常高 鎖兵基本上是平面開打 好 這邊看到血量 其實哥德仁有點打不太贏 對方的薩金特衛兵 薩金特衛兵的體質來說 還是優於哥德仁的 但哥德仁這邊雖然被消滅了這一波 後面又可以補下更多的 劍兵勇士 這裡又補下更多軍銀 好 繼續往前打 好 這時候西西里才剛升級好三攻 剛剛沒有三攻就已經打成這個地步了 那如果待會西西里有三攻的話 可能會更好一點 好 右邊這根黃金 也是被Z40的騎兵稍微騷擾了一下 損失了一些村民 好 這邊看到黃金想要來控一下 這邊巨頭為什麼不去拆城樓 最主要是因為會跑得太外面了 可能會被拆掉 如果正面能再扛住的話 巨頭才可以掩護到 就像這樣子 好 正面第二波繼續開扁 但是Z40這邊決定要繼續拉扯 好 我繼續打 OK 這邊 開始轉出騎兵 跟蹤技術肉馬 三級馬凱 西西里也已經升級上去了 現在要打一個肉馬騷擾路線 然後步兵正面硬扛 好 這邊巨頭是已經拆掉了城樓 但是果然西西里一看到出來的巨頭 開始上前開尻 直接開掉了一台巨頭 第二台有機會嗎 有 第三台是不是要全部損失掉了呢 但左邊這邊又在第三次開戰 這個巨頭守住了 但是正面的劍兵龍士再度被消滅殆盡 薩金特衛兵實在是有夠猛 11加4 15攻對上17攻 但是他的近戰防御太高了 7防 所以劍兵龍士喔 凱因道只有10滴血的傷害 好 第一次野營這邊爆出了更多的劍兵勇士 繼續爆77隻的總量 好噁心啊 好 這邊直接開出了一個洞來 又上角一個洞喔 左邊這邊繼續開戰 薩金特衛兵也是繼續產出 但是肉量已經快要見底 第一次以這邊折扣效果實在太有感 好 這抽中點下緊噴 有緊噴之後均勻的工作效率再提升100%喔 兩倍的均勻產生速度 再加上原本的均勻的天生產術 哇 均勻產最快的文明 哥德人來了 好 這時候 七七想要轉成奴兵 三級色衣補下了 但這時候轉奴兵好像有點來不太急喔 而且他也沒有拇指環 要處理掉這麼多的劍兵勇士好像有點困難 他現在黃金現在也被控 剩少量黃金 好 這裡有一堆分隊 薩金特衛兵到達了Z四銀家裡 但是Z四銀家裡附近都是均勻喔 補兵速度非常快速喔 前線的兵就給他隨便亂打 死了也沒關係 反正死了馬上在家裡馬上補下 產出了更多的劍兵勇士 好噁心啊 好猛好猛好猛 好 這邊全部打完 去回頭看一下 好 這裡房子被敲掉 Z四銀現在非常有優勢 對方轉出了奴兵 然後開始在按了 奴兵那還在升 但是強弩按不下去有點貴 先點了一個化學 但這邊空窗群已經被殺到農田了 農田只要一爆就會缺肉 缺肉的話上金特衛兵也會很難出 左邊這裡又建了一棟城堡起來 雖然被偷拆 但待會Z四銀這邊應該還可以轉出更多的劍兵勇士喔 哥德人這邊的肉量還是非常充足 農田樹現在是大於西四銀的 西四銀這邊強弩點下 還有機會可以等強弩出來嗎 感覺有點極限 應該是沒有辦法 這塊金被Z四銀控下來了 這邊金又繼續被挖 待會Z四銀還有更多的劍兵勇士可以產出 即使不產這個劍兵勇士喔 產這個哥德的衛隊喔 這個強弩可能也打不太贏 強弩對哥德的衛隊一定是扛不住的 好那來看一下 哇靠 出了205隻的薩丁特衛兵 Z四銀出了404找不到網頁 哇 出了大概一倍啊 大概是一打二的戰績喔 西四銀的這個體質喔 就是這麼的好 但是哥德人的優勢喔 就是這個大量步兵喔 大大大大大步兵 哇 這個超級大優惠步兵 超猛的 來看一下這個經濟喔 經濟部分是由西四銀這邊拿下木頭的勝利 其實兩邊經濟是看起來差不多的啦 黃金樹來說 也是西四銀這邊喔 獲得一些勝利的 最主要是因為 Z四銀家裡的黃金也沒在挖 他都是先挖對方的 這邊都還沒挖乾淨喔 之後都先挖對方的 在那邊偷挖 超過分 那我覺得Z四銀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完全運用了哥德人的這個能力喔 雖然沒有看到其他兵種喔 但是光你這個劍兵勇士喔 一直爆出大量的耽誤喔 直接嗨死對手 這個就是非常好的一個示範 那哥德人的打法喔 真的是要偏向於開弄的模式喔 千萬不要去打什麼強金士 一直拳壓喔 像Z四銀這樣直接開弄起來 用最少量的兵喔 去防守 少量的擊兵跟一些生率喔 去極限防守對方的兵 然後自己開弄起來喔 是一個不錯的一個中期選擇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按照跟iacup 訂閱 按照 按照 按照